好 理事長 我想請問你一件事情 你們現在反對的是在北投 沒有沒有 其實不是 不是 不是 蓋纜車 不是 因為它其實 我覺得 不不不 你聽我說 你知道全台灣 有很多個纜車在全台灣 在我們的中央三半上面蓋 知道 總共大概有十條 本來是有十六條 本來大概有十條 現在大概十條左右 我知道 可是有誰在關心我們山上的纜車 你知道有誰嗎 我知道環保聯盟 然後其實我們協會當時支持過 反艦高山纜車 我們也支持過 這個我知道 你知道現在的進度嗎 這個我比較不知道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好 我現在看到的是在我們 在我們周遭的 我們會去關心 可是在山上的纜車 什麼關係 好 那我先說我客氣 因為協會呢 我並不是住在北投 我住在市里 那其實接任了這個理事長之後 我有很大的反省 也就是我們其實 我們想說 這個我是反對 可是事實上 我們沒有參與 我們只是有聲音 可是聲音是不夠的 對 我如果今天不是因為當這個理事長 好好的去看這個纜車問題 而且參加這兩次的環境 我其實是一個 好像是在問題外的一群人 就是台灣太多這樣的人 這個東西是讓我 有很深的反省 我當然知道阿朗伊古照 這個要保留 我當然知道纜車的問題 其實 我跟那個齊柏林談過 他說纜車其實是 相對是對環境是比較不影響 但是問題是 第一個 我不相信台灣的施工者 第二個 我 台灣已經開太多的 開太多的路了 你再多一條 只是再多一次 都一道傷口而已 對 那 所以我當了理事長以後 其實我有很深的反省 就是說 我們自以為我們是知識反省 我們自以為我們是 我們應該也是關心環保 我們知道這個問題很嚴重 可是 我們在頭腦響 我們在嘴巴唸 可是我們沒有行動 這個部分其實是 我覺得可能我們身為台灣人 我們不需要跟台灣社會道歉的地方 我們是要有一些行動的關係 我只是發現就是說 核能電廠 現在有人在反正那邊 核能電廠 它原來有二十幾個核能電廠要蓋 可是因為有一群人很專心 很致力的在那裡 所以現在第四個 現在我們卡在第四個 很可能不會有第五個 對 對 但是呢 而且我們也看到垃圾廠 對 台灣的垃圾廠 我們本來 焚化 焚化廠本來有很多 是 全台灣有二十 不知道多少個 我上次去聽那個看守台灣 也是因為看守台灣他們 持續持續的去抗議 所以那個焚化廠給他蓋了 但是 終究是沒有達到他政府希望蓋的 對 對 對 他一家不能那麼埋下 對 但是我上次去聽他們的演講 他們說現在根本是垃圾不夠 那些現在已經寄存的垃圾廠的那個用量 對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說 是 不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說 好 我們看到這個 現在我看到懶車 懶車我覺得我們是有一個國際的財團 有一個國際的財團 他們是這樣處理的 他們要 他們要持續持續的把東西 送到這些開發國家來 是的 有兩本書叫做經濟殺手的告白 裡頭其實是寫得很清楚 那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 我現在沒有看到有哪一個團體 他們很專心自立的 在做這個懶車方面的 有沒有可能 有你們這邊 就是說去 除了看北投以外 是不是可以去關心跟支持 而且做一個連結 讓我們山上的懶車 不要像他們現在這樣 予取予求的去給他看 好 我們這樣說 其實北投藍車 我從接了過來以後呢 其實我們非常感謝 長期以來的滿野新竹協會 然後 對 我們再聽一聽 換換過去 不是 我的意思說是太黑了 我們看不到我們 來 換一下 好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可以可以經由您 您的這樣的一個發行 讓我們 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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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攬車的部分 可以有 可以有一個 比較系統化的 聯盟化的一個關注 好 我們 我們這樣說好不好 就說台灣的很多問題 其實都出現在一個 我相信有心的人 絕對有 但是呢 因為大家都會行 或者是現在的生活型態 比較難 難這樣子監步 但是 我說因為現在有一些 Facebook 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 那以精神上 我覺得 就我個人 因為我們協會要做任何的運作 我們要是經過 理監事會議 但是呢 事實上 在 在原來的那個高峰攬車那時候 就是協會是參與過的 這樣的行動 那我想 透過像這一次 我們有 文偉銘 王工程師 這是 真的是跨道 其實讓我們真的很感動 他從貓空 從樂生 然後到貓空 然後再到北高攬車 其實這個 我在想說 他是本著一個 對台灣的愛 滿野新竹也是一樣 那我們 我們怎麼可能 受了別人的恩 然後我們不做呢 我們會做 所以我想 我以後應該是這個 這個團體 我會關注這個問題 那謝謝你提到這個問題 那我也會跟我們的 呃 所有關注這個 這個北高攬車的問題 我 我會 呃 繼續的去關注 其他的 台灣的攬車的問題 對 我的想法是有沒有可能 從小我出發 有可能有可能 被投 對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們全台灣現在 對 我上次去聽我非常是震撼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消息 對 那個 呃 一般的媒體也很少在講這個 東西 那所以如果說 你們可以 呃 就是幫忙把這個 可以 就是做 這個 我們高空攬車的一個守護 守護 守護團體 我覺得應該是很棒 可以可以 但是我我就覺得說 我們其實應該高三攬車的那個團體 還要跟我們有一些更多的更多的商談 啊 那我們怎麼樣去去做這個反對的攬車的所有的做法 啊 那我想這些呃 呃 經驗經驗也好 做法也好 我覺得應該是要做聯繫 要做鏈結 對 非常希望你們跟他們 既然你說你知道這個事情 我知道 我知道 應該知道有哪一些人在 你在關注 對 那因為他是一聯繫的 我看的上次看 親眼講 哇這麼多 你在在做 可是 可是你看 像我們協會這一次 對 我們做了一些 我想是 台灣可能比較少見的是說 我們從工程面 因為我覺得反對不能 不能空口說白話 然後因為有 我們需要一些圖擋 我們需要一些類比 我們需要對大眾說的比較清楚 大家能懂 否則的話你用了很多的 你用了 欸謝謝 像漢森長期 對 我在跟他講說高山攬車的問題 對 也是長期的關心 真的是很感謝 所以我其實很喜歡台灣的民情 其實大家其實是溫厚 而且是重感情的 其實有很多部分是不知道 尤其是像 像這個 這個 核電的事情 你看福島發生之後呢 其實我一直都 都在質疑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 我們這個concept 其實是知道的 但是呢 知道跟了解的中間 其實有很大的差距 也就是說 一個抽象的概念到 好 一個 一個實際跟抽象的概念 沒有辦法很快的結合起來 也就是說 如果 懶車 沒有 如果懶車發生問題 你第一個會受到什麼衝擊 如果 核電發生問題 你第一個是 會碰到什麼問題 你如果告訴他說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距離很遠 你如果告訴他說 你可能沒有辦法喝水 喝到水 你可能會受到輻射程 然後你呢 現在其實正在危險當中 我覺得那個是 會有效果的 那另外的是 台灣的諸多問題 其實是教育問題 沒有 你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政府 跟這個財團 國際的財團 有計劃的 來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個兩個不同的 那為什麼 人民會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政府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人民沒有被教育 不是 因為我們太忙了 每一個 你看學生 他們在補習 他們為了他們的 所以我就說 那這些年輕人 他們為了生氣 沒有沒有 我就覺得說是這樣子 其實教育裡頭 不應該只有這些 不應該只有你 你分數主義 不應該只有 只有這個 你只關心你的未來 你的周遭環境 是要關心的 可是這個 政府沒有讓他們知道這個 沒有 是在我們的教育裡頭 是沒有的 對 這個是其實是讓人家傷心的 你跟你身邊有關係 也許 你可以跟我們 我們有一些教育的團體 跟他們 也做這樣一個連結 對 我們是願意 你知道我們學會 其實我們推EQ 在台灣推了 大概 我們大概有十幾萬的孩子 上過我們學會的EQ課程 真的 對對 我們也照顧高風選群的孩子 我們也照顧家暴的家庭 那我們也關心我們地區的文史 我們還有雜誌 我們有十幾年的雜誌 對對對 所以其實 失禁失禁 沒有 這不是我個人 這一路上走來 其實是這麼多人 一步一早運走出來的 還有另外的是說 其實台灣這些好的人 他就是沒有一個很好的link 比較可惜 對對對 謝謝希望 不要這樣說 謝謝 謝謝 因為我知道你們那邊的人 人才的素質很高 所以 也許可以幫忙 可以幫忙 把這個整個link起來 我們要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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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為什麼不是你 你丟為什麼叫我